台灣跟日本有沒有哪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文化差異啊 或是人的部分 人之間的距離相處 然後講話方式啊 我覺得都非常的不一樣 一開始我真的就是那種 日本人的超級玻璃心 就會覺得說欸 台灣人講話好直接 然後我就是 飄飄心碎 每天都在心碎 跟日本人通常都很客氣 這算是文化衝擊吧 比較驚訝 台日混血的50男性子 來到台灣超過15年了 從小接受許多文化差異衝擊的他 到現在已經可以自在切換 台日不同模式 這樣的轉變 移物上究竟發生多少故事呢 今天就讓他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隨便講一個 就說欸你這個髮型很奇怪 一點都不適合你欸 可是好像台灣人都 怎麼講 還蠻可以接受的 日本人他不會這樣子 直接告訴你是不是 可以給你一些提示 讓當事人 自己去發現的那種感覺 他叫毒空去嗎 假如說我今天牙齒卡了一個菜喳 如果是以日本人 會怎麼告訴我 我跟你說如果我今天 就是跟你出事見面 我真的沒辦法告訴你 那我現在也來台灣很久了 我就是可以按一個按鈕 就是我現在有那個 跟台灣人的 台灣人模式 台灣人模式 日本人模式 對對對 可能我會偷偷跟你說 欸那個 要不要看一下鏡子啊 什麼 我覺得不 因為你講不出 你卡菜喳 如果在日本應該是很多人 選擇不會講 所以他的這個 比較不好意思的畫面就是 永生的流傳下去 你那麼會讀空氣 如果男生要追求你的話 會不會變成說 讀不懂你的心意是什麼 會 會不會 男朋友的話我覺得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 這個心理上的要求嘛 希望他可以讀懂我的空氣 但我覺得實在是太困難了 所以我就放棄了 但是有時候 一些覺得自己比較不好意思 難以起始的事情 會想要他讀空氣 但是好像真的有點沒辦法 假如說我現在有個心事 你會感覺出來我在想什麼嗎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通靈的吧 這個我應該沒有辦法吧 搞錯重點 假設像一個日本人在生氣 我覺得外國人應該很難看出來 但是我可以一眼感覺得到 真的假的 可能因為我也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就會自己冒人汗 想說自己覺得很尷尬 有時候是可能玩笑開得比較大 或者是一些 就細節或想法上 我覺得 就台灣跟日本很像 可是卻又是差蠻多的 文化沒有優劣 只有差異 不一樣的文化都要尊重 跟就是接受彼此學習的那種感覺 台灣的男生跟日本的男生 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啊我覺得差很多欸 因為日本人 對 就是台灣人本身就是 都是很好的印象了 對於男生的話 日本人都會覺得 欸好像都是很優雅 很溫柔 男生跟媽媽的感情很好 這件事情 會讓日本人很驚訝 如果我是台灣男生 然後我跟你說 欸 我這個星期天要跟我媽去買東西 如果在日本可能會就會覺得說 蛤 你還長這麼大 還跟媽媽去出門買什麼東西 你是媽寶嗎 但是 我是很喜歡 台灣人都會把家人看的 擺在很前面的位置 我覺得這樣很好 所以我也很喜歡 只是說 如果在日本 可能真的會蠻不一樣的 有很多人 對台灣有興趣的人 甚至還有一個論壇 還會寫說 想請問台灣的男生 是否都是媽寶 啊有這樣的論壇喔 他可能實際上真的有跟台灣人交往過的 然後可能他們感覺到文化上的差異 就會在上面討論 台灣的女生跟日本的女生的話呢 我覺得有獨立的地方 然後也有很依賴 就是 另一半的地方 很獨立是說 台灣人可能都會覺得說 就算結婚 然後自己也 蠻願意出去工作 現在這個世代 就是日本的年輕人也 女生也都會去工作了 不然 這是錢很難賺嗎 還有一個我覺得 台日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台灣的女生好像上班的場所 或者是哪裡 男朋友來接送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日本 尤其是職場場合 如果 就假設真的自己另一半來接送 會不好意思讓別人知道 所以就是會偷偷的 或者是說 甚至不會有這個接送的行為 走到車站 欸掰掰回家囉 開車的話應該還是會送到家 但是一般 就很日常的行為 這種接送是真的 我覺得比較少 他有受過一些瘋狂學生的追求 啊 怪怪的人有欸 啊怎麼說啊 那時候是假教 然後跟他又在一個地方 他就講說 欸 他要來 我在的地方 載我 我覺得假設 欸不用來接送我啊 覺得很奇怪 但我 又有點想說 這個是什麼台灣人的文化嗎 對 那時候我就有點不知道 所以我已經上他的車欸 欸 現在想想好危險喔 我就想說 是不是他真的那個人太好了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不是 可是我覺得很可怕的是 我跟他面對面講話都非常的正常 我也不太會 特別感覺到他有什麼 異樣的眼光 回家的那個訊息 我就覺得欸 越來越奇怪 就講說 可不可以每個月 固定陪他去泡溫泉啊 固定陪他去泡溫泉啊 那不行啊 就後來我就 就玩具說 啊我覺得 我可能不適合當他的老師 對對 這樣還是正確的選擇 還會問說什麼 欸那你一個月要多少錢的生活 比較夠啊 就好像這樣 應該是保養的對不對 對啊 後來想想好像是這樣 你該不會又以為是台灣人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這個沒有 我覺得這個有想到 要給我錢太奇怪了 所以就拒絕了 印象深刻就是怪怪的人 然後還有收到比較奇怪的訊息 這樣 或者是 來那種我的公開的活動場合 有可能會辦什麼日本政府的活動 然後我在那邊 該怎麼說呢 我覺得就是很可怕 好像就是他要直接把我拉 帶走的那種就有被嚇到 對 好恐怖喔 而且是那種我明明在跟別人講話 他就在我這樣旁邊 一直這樣子看著你 這個超級有壓力的 超可怕的 你當初來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印象啊 或者是刻板印象或是幻想 其實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對台灣的印象是還沒有那麼多的 我跟周遭的認識的人講說 我要去台灣 很多人那時候是 連台灣在哪裡都不知道 或者是說會跟泰國搞錯 印象好像就覺得說 夜市東西很好吃 是不是對於台灣的藝人 其實也知道的沒有到很多 好像在日本比較紅的 比若瑄的知名度真的是超級無敵高的 他在日本名字叫比比央士 你只要講這個名字 應該沒有日本人是不知道 喔所以還有他這麼紅的 他超級有名的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 永遠的女生 就一直都很漂亮 覺得說台灣的女生 不管怎麼樣都很漂亮 就素顏就很漂亮 欸為什麼換補這件 沒有啦沒有啦 不是不是我是說就 對啊他女生都很漂亮 XX 我很久以前就是 打工有打過就是 美容 美容業 然後是日本人 他們來台灣的原因是 特別來追羅志祥 還蠻紅的耶 就還蠻多人會特地來台灣 看他的演唱會 蠻驚訝的耶 對對對 但是就蠻之前的事情 五六年前吧 未來在台灣啊 有沒有什麼想做的事 哇我覺得我先好好活著好了 哈哈哈哈 做好眼前的事情 應該自然就會有很多的機會吧 哈哈哈哈 目前就是我現在要做那個 日文線上課程 是我真的很拼命 全力想要做好的 了解 對好那我們今天謝謝杏子 謝謝謝謝 如果喜歡他的話 可以到他的YouTube IG 還有Face 幫忙按讚 謝謝 謝謝 公司 espacio 美容 謝謝 加入 天 Kunden 燈 我 大 粉 瓦 哇 非常的 在 mother